喜欢看热闹捡便宜的人 最终肯定因为这个都会吃大亏 很不幸叶凡就是这个人 叶凡突破命权境界之后 到了荒谷圣的附近的小镇 听说荒谷世家江家和遥光圣地联手攻打荒谷境地 已经过去两年了 妖帝阴坟依旧没有被攻下 而且伤了不少大人物 这些圣地世家为了给大人物续命 便准备攻打荒谷境地寻找圣药 这些圣地世家之所以没有开打 完全是因为在等待 等待足够多的炮灰前来 同时也在等待叶凡的同学们到来 因为他们曾经从荒谷圣地出来 有的同学甚至服侍过圣果 叶凡知道圣果可以抵挡荒谷圣地的诅咒 本来是想跟着捡便宜的 这对叶凡来说是一种机遇 圣地世家还没有开始攻打 叶凡自然也不敢进去 一直在附近晃悠 知道他见到自己的老同学几乎都来了 叶凡才感觉到不妙 此时叶凡遇到一个疯疯癫癫的老人 这便是老疯子 老疯子一遍一遍地说着 这些人都会死血流成河 荒谷世家骗了大批来看热闹捡便宜的修士 在他们眼中这些人都是炮灰 叶凡也想得到圣药便悄悄尾随在后面 没想到圣地和世家的长老都被彭鸟锁灭 本想跟着圣地世家的强者逃出去的人 全部变成了飞灰 老疯子的话成真了 叶凡看到老疯子还没有离开 不管死活一定要跟着老疯子 便决定拉着老疯子不放 这是叶凡唯一可以出去的机会 也正是借此机会 叶凡偷学到了老疯子的天旋步伐 至此成了叶凡的逃跑力气 但叶凡并没有对圣药死心 没有随着老疯子离去 叶凡不知道更大的事还在等着他